2006年在暴力街区这部电影中 第一次看见跑酷 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人玩跑酷 做的第一个动作叫金刚跳 一个小的牌子双手冲在上面 像跳鞍马一样 在影片中看的动作很轻松 但是现实中需要上百次上千次的重复训练 才能练成一个动作 所以我最开始就知道跑酷并不是耍酷 甚至会有一些危险 需要足够的勇气 但它对你的吸引 不会就这样结束 特别是飞楼的时候 需要自我挑战 挑战自己的极限 这个过程里你会看到自己 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好 好 团队从07年到现在已经12年了 有几百好人离开 留到最后的人特别少 习惯这份孤独 不会被这些影响 质疑自己 而这之后 你的内心会更强大 更有勇气地去面对 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 只有在跑步的时候 才能找到自我 就像跃在空中的几秒 我们听到自己的心跳 证明我不是麻木的活着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